最近张爱玲的小说半生源要翻拍 张爱玲的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选角 这一次对于选角来说争议还是蛮大的 毕竟此前的电影和电视剧版本的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翻拍注定了要与经典做比较 这是难逃的命运 每一部经典在翻拍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超越经典 半生人也不例外 此前的电影版本是没眼方和无欠连 电视剧版本的是林心如和蒋秦秦 所以这一次蒋新的压力真的是不小 对于蒋新很多人都是秉持着怀疑的态度 比如怀疑蒋新出演的顾曼珍会不会太胖 纵观蒋新以往的角色都是一些辨识度较高的 甄嬛传中庸庸华贵的华菲 观的送中让人不禁山人泪下的樊盛美 以及早期天龙八部中一太万千的孟瓦青 这一次白兔般的顾曼珍真的不知道蒋新会如何的演绎 实际上蒋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过 自己最想演的是顾曼珍 但最终看在导演和刘嘉玲的面子上演了顾曼珍真的是想不同蒋新这样的说真的好吗 于是媒体便将想的傻说傻的蒋新称为耿直 但作为好友的刘涛更直接的说明了蒋新就是情商帝 虽说蒋新的情商真的是不怎么高 但不得不说蒋新为了试验真的是个拼命的人 记得有一次蒋新与孙丽共同去参加快乐大本营节目时 蒋新多次喊孙丽见人 而且还念上几句电视剧里的经典台词 见人就是矫情 而大家看孙丽的表情估计当时既尴尬又如鱼 只能用表情来表示根本没法接话了 当然蒋新在节目中念台词的时候 表情也是很丰富的 感觉电视剧中的华妃娘娘来到了我们现实当中 大家看着恨不恨人 而在近日蒋新参加我们来了 也是相当活泼的一个 并且在她嘴中总能爆料出一些事情 相比孙丽的尴尬来讲 这次陈妍希算是躺枪了 陈妍希和陈晓二人已经恋爱多年 更是传出二人领证 而陈晓曾经又被传 一情别恋 与赵丽颖有特殊关系 这让很多网友猜测 他们二人是不是奉子成婚 而蒋新在节目中爆出了真相 在节目中有一个叫真心化大冒险的环节 陈妍希被问及是否奉子成婚的时候 令人尴尬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陈妍希还没来得及反应 耿直的蒋新直接替她回答了 陈妍希就是怀着小星星结婚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啊 看来蒋新有点过于耿着的 有些事情虽然娱乐圈 内人都知道 但是粉丝们却不知道 华妃娘娘您的这张直白的快嘴啊 蒋新话音刚露 周围的嘉宾们瞬间表情都变了 陈妍希虽然很努力的想解释一下 可是又被蒋新一句 不是吗 给对了回去 小编猜想陈妍希 当时肯定有打死蒋新的冲动 关于奉子成婚很明显 陈妍希是不愿意透露太多的